再来关心物价飙涨 现在小吃店也不例外吗 台南有民众抱怨说 买一碗配料简单的米糕 花了70块钱 实在是太贵了 在高雄骑山老街 则是有人买了一碗70元的当归鸭汤 但是呢 这民众说鸭腿没有什么肉 认为价格不合理 业者也出面喊冤 他强调自家的鸭腿 大小始终如鱼 现真的香Q米糕 热腾腾装进碗里 再加入配料后 淋上浓郁酱汁 香气扑鼻而来 不过这一碗 却被民众抱怨要价不菲 拍下照片仔细看配料 只有花生肉松小黄瓜 分量不大 民众朋友们说 在台南文贤路吃这样一小碗米 高花了70元 忍不住嘲讽 难道里头的料有什么故事吗 网友看了也直呼太夸张 听闻价格确实觉得有点贵 但站在业者角度则是帮缓家 物价装装 光是成本真的就快要入不敷出 一包米从1200都涨到1700 肉肉从30块涨到60块 都是涨价 而在高雄这美食同样也被嫌贵 淋上浓郁汤头传统当归鸭汤 是不少韬客的最爱 但碗中这只腿被民众说没什么肉 竟然一碗也要70元 民众在骑山老街买来品尝 觉得价格不合理发文抱怨 网友也纷纷留言喊贵 甚至还有的说看起来像吃过的 不过店家喊冤说自己卖鸭腿 卖了70年一直是这个大小没变过 70块怎么可能是像鸡腿在卖一大块 随着物价上涨 业者成本增加 民众觉得荷包也跟着缩水 原本堪称高CP值的同版美食恐怕全变掉 记者台南高雄综合报导